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觉得有可比性吗 没有可比性 这个实际上就是 这个就是在吹捧华为的一个宣传 一个虚假的宣传 华为根本跟苹果现在没办法相比 我们知道华为认真分析之前 在美国制裁华为之前 它一度全球手机销售 都进入全球的前三名前两名 我记得好像是 美国制裁开始以后 包括对芯片的制裁 还有它这个手机的运作系统的制裁 它不能用这个 马上早已经跌到前十名之外 现在恐怕会继续下滑 再下去的话 只要这个芯片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 我认为华为的手机业务 早晚就会消失 会彻底的失去 就是它根本就没办法 它可能会在中国大陆 可能继续生存 因为有共产党的支持 但是它肯定没办法 真正跟苹果 甚至跟其他中国的 其他的小米 和其他那些中国的一些手机 想竞争 因为它实际上确实 可以说被美国一键封口 给了基本上杀的死掉掉了 所以它说是它和苹果同时杀入通讯卫星 好像觉得它好像还是跟苹果机一种 可以竞争并加持续的 这个完全是一种虚假的宣传 在欺骗人的东西 那它想到这个卫星通讯这个也是一个虚假 首先这个让我想起来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中国前大概两三年前 中国突然在那宣传说 中国搞这个量子通讯 量子通讯 中国量子通讯在领先 后来人们发现全都是吹牛皮 全是假 中国只是它开发了一种量子通讯 量子的一个科学研究 实际上也是在仿造几大国家 并且它实际上只不过是在一个跟卫星通讯上做了一个实验 离这个量子通讯还远着呢 并且这个首先它没有那个量子计算机 而量子计算机现在最发达的量子计算机呢 是在美国的谷歌和这个IBM 也在发展的最先进的 好像日本现在也出现了这个量子计算机 就是你首先要有真正的量子计算机 大功率的量子计算机 然后呢再去考虑这个量子通讯的问题 那回到这个卫星通讯的话呢 华为其实没有这个能力 华为没有这个能力 它现在所谓有的能力呢 就是因为华为它用了一个中共的一个北斗 它这个北斗卫星 就像这个美国不是有这个GPS吗 其实中国也在用GPS 全世界都在用这个GPS GPS呢又是免费的 又准确高又可靠 比如历史悠久 全世界都在用也精确 这个北斗呢是中共自己开发的 特别它自己的军事目的开发 它呢首先它这个准确性 不外远不露这个GPS 然后呢它的可靠性也不露 它这个卫星的数量 一旦出现危机的时候 保证这个系统的整体性能都远远不露 但是华为它有一个叫做 北斗短报文功能 就是说它是可以 就是说在这个卫星和这个 上面这个地面 接受这个定位的那个之间 手机之间 或者说或者这个device 这个device就是不定是手机了 可能是其他的这种接收器之间呢 它会有一种发短门的那个电讯的短门通讯 这个呢实际上是非常局限 非常有局限性的 对那个 这跟这个整个我们说的这个消费者应用的完全打不上去 所以它也不可能有这么大通量的 让这个成千上万成百万的那个消费者 那么它是中国的消费者 在利用这个来发短讯 你看看你问一下中国那些手机用户 有谁在利用这个北斗来发短讯呢 根本没有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噱头 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的欺骗宣传 所以它把这个跟北斗连接起来的 发一个短门的功能 它说它是有这种卫星通讯 所以它是有个热点 其实真正去买的人呢 根本不会相信 也不相信也没人管 也没人用到这个跟北斗这个通讯 但实际上这个手机直接接卫星通讯呢 倒是有 要是有 那个iPhone呢 iPhone会有 美国的iPhone会有 现在实际上真正世界上第一个 就是真正把这个手机 和直接跟卫星连接起来的 就是大面积 因为以前美国的Motorola那些电话 早就已经跟这个卫星连接起来 卫星电话早就有 现在就是说 把这个整个手机通讯网络 因为Motorola那个手机 数量很少的 还有以前美国 还有个E星 Iradium E星的系统 这都有用户 这些用户 但是用户非常非常少 只是很专业的 比方在荒郊野外的 冰天雪地里面 很远的地方 它才有需要用得上 但是大面积的 让所有的人 同时用户用上的话 现在这个 我们知道马斯克的那个SpaceX 对吧 一个Starlink 它的Starlink 这个卫星 现在已经有 低轨通信卫星 已经有 现在有4000多颗 最后会达到2万颗 现在的4000多颗 可以体会 实现手机 现在真正的随时跟这个卫星联系的上 并且它跟这个Starlink 现在跟那个T-Mobile T-Mobile 一个也是美国一个手机公司 它这个母公司原来是德国的公司 就是说T-Mobile 全世界各地很多国家也有 T-Mobile 和这个Starlink 现在简易联合 它会有一个真正让你所有的 这个手机的电话 包括iPhone和其他都可以 只要你是T-Mobile 用T-Mobile的服务 可以接入这个星链这个系统 然后真正的实现 就是在任何地方 随时随地 可以跟卫星脸上 然后呢 可以使用你的手机 不光是你手机的短讯 还有通话 你发的录像 视频 所有音频 所有的这些 都会实现 这个呢 就是明年就会实现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 真正的就是说 手机通讯的 这个卫星通讯的一个 一个非常新的 强有力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 也不是说 所有人都需要 但我们大部分可能不需要 就是说 你除非就是说 比如说在美国人 你如果生活在一个大城市 中小城市 哪怕乡村 你到处都有这种 就是说 手机那个 那个Seller System 就是那个 蜂窝式的 这个手机无线系统 对吧 你实际上不需要 取连的卫星 当然你如果开车到 很边缘的地方 开到黄水公园去了 或者开到国家冰川去了 或者什么大草原 沙漠上去了 那时候呢 它的优势就会出现 所以它这个是 确实有这个能力 比较会像全世界的人 在任何地方 就是说都可以随时的 接入这个卫星 这个网络 接入这个通讯 手机通讯的网络 让你真的可以 用电话 可以打到任何地方 那这个呢 是应该明年就会有的 那这个文章还说呢 就是这个 华为的这个手机 用的是中共的北斗 您刚才说了 它是以 北斗是以军事目的为主的 那就是 这个北斗呢 它是中共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军事上的一个东西 它可以随便的 让华为这样 民用的这个企业用吗 这个美国的GPS 原来也是军用的 实际上是美国的GPS 首先它是为这个军用 开发出来的 但是美国呢 实际上很早呢 它就把那个军用 那部分跟民用 给分开了 给军用的呢 它用那个非常高的 那个解析度 清晰度 精密度 所以它可以用这个GPS 来制造那个导弹 可以导弹 非常精确制导 给民用的呢 实际上它已经降低了 这个准确度 降低了好多数量级了 但是呢 对于我们一般来 汽车导航 用的话呢 也足够了 就是说这个 所以这个 但是就是说 后来美国干脆 就像全世界 开放GPS的信号 那就全世界 可以用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一个 虽然当时是 以军事物为物理 但是虽然美国军方 仍然用 但是他们已经开始 开发新一代的GPS 用于军用 这GPS主要的用户 实际上是老百姓 平民百姓 开放全世界 可以使用 包括中国人都在用 那北斗呢 首先它这个 它没有那么大 庞大复杂的系统 它的那个能力 它的精确度 可能都是有问题 当然你要是 用它来引导 一个原子弹的核弹的核武器的话 你差个五米十米 大概一些都 一百米都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你要说用来 汽车制导的话呢 那就是问题 所以中国这个 北斗呢 它现在远远不到 跟这个 GPS抗衡的地步 所以呢 所以它这个 在 来作为一种 华为的那种 什么 帮助华为站 这 争光天才 这个也更是不可能的 另外这篇文章 还特别提到 就说是 如果iPhone14 在中国 你就没有这个 卫星通信的这个服务 它好像作为一个 华为的一个优势 这不是优势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中国人的耻辱 中国人很悲伤的地方 因为中共呢 实际上我们知道 这个iPhone现在 要进入中国 这其中有些芯片 中共也要求 就是勒索 苹果公司呢 必须使用中国生产 现在看来 这个美国政府 正在针对 这个苹果公司 这件事情 它为什么你要允许 这个手机 苹果手机 用中国产的芯片 因为这个芯片里面 很可能固化了一些 很多的固定的程序 可以偷取数据 什么之类的 现在看来 就是说苹果可能 在中国之外的手机 我们买的手机 是没有中国芯片的 以后可能会出现 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卖的那个芯片 会出现 使用中国的芯片 中国卖的iPhone手机 对 这样实际上就是说 怎么说呢 就像任何一个西方产品 到中国以后 被中国 中共政府给限制 局限 那么它就实际上 没有那么多功能了 这实际上是个中国的耻辱 不是一个这么值得 值得跨腰的事情 另外就是说 这个华为 它可以使用北斗 这是更加进一步 说明华为这个企业 和中共 就是国家的这种关系 中共政府 对 华为就是侧头侧尾的一个中共政府 中共控制的一个企业 特别是中共军方控制的企业 这点毫无疑问 我们看到这个华为 其实它自己都知道 它的股份是不公开的 它说它的股份是什么 它的工会拥有 它也不公开上市 所以什么也不知道 它的股权结构什么样 华为的一般的雇员 就是说你工作 给华为工作的时候 你有这股份 你走的时候 股份就必须要收回去 所以你没办法带走 所以它用的很厉害值 用的工会 所谓来拥有最大的股票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中共 它背后就是中共拥有的 当年就是因为 中共政府军方 给了华为这种垄断的优势 让华为可以 就是为中国军方提供这种 通讯设备 交换机这些东西 它才有中共的扶持 中共的资金的渗入 中共的资金的支持 才让华为可以在 全世界各地 比如非洲 欧洲一些国家 开始低价的轻敲 低价的销售 低价的准备建设 5G这个地面 通讯站这个网络 当然现在这个网络 现在基本上在欧洲 已经被拆掉了 都被拆掉了 实际上是 华为损失巨大 但是在中国 国内可能在一些非洲国家 它这个网络可能还在运行 中共也需要 华为来维持它这个系统 它如果是个真正的私营企业 民间企业的话 美国这么一打击 它早就完蛋了 早就破产了 显示中共还在挺着它 因为它不用需要这样一个公司 但这个公司 我叫华为基本上 以后它就会 居然会一军不振 成为一个 很没有什么技术创新 也没办法偷到别人技术 然后呢 就是慢慢走下坡路 这样一个国企 这是它的结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